本研究主题为田园城市的患用植物栽培系统 其因为台湾各大都会盖满了高楼大厦 而这些高楼的屋顶却未开发利用 既然有了这块空地 就可以搭配绿屋顶的概念 把每栋大楼的屋顶加装本专题的植物栽培系统 使屋顶变成一个具有教育学习与园艺生产的重要地方 而这套系统可适用于所有植物的栽培 像是花园或农作物等 这是我们设计的万用植物栽培系统 器具介绍 触控型能机界面 相位控制器 吸门子模组 自由电源供应器 模拟阳光灯泡 感测模组 自由24V Relay 照度传感器 电源部分 这是田园城市的万用植物栽培系统 土壤湿度系统 为接收土壤间的电阻大小 借以控制喷水系统保持土壤湿度 空气温度系统 为接收环境内温度 借以控制洒水系统 可以有效降低环境周围温度 照度系统 为接收外在环境照度 而光照强度会根据太阳光强弱程度比较 借以补足光源的布局 空气湿度系统 空气湿度系统 当系统侦测空气湿度过低时 立即洒水 可以有效提升空气湿度 我们种的为小黄瓜幼苗 首先设定土壤湿度 上限为85 下限为45 再来是空气温度 上限为33 下限为15 再来照度系统 下限为800的格式 交替为1秒 空气湿度 上限为85 下限为40 然后我们来测试此系统 现在照度为1664 现在照度地域800 系统开始动作 现在照度地域200 灯泡全量 现在照度超过800 系统关闭 现在空气温度在25度C 空气湿度在45% 当空气温度高于33度C 空气湿度在45% 系统动作 现在空气温度在15度C 空气湿度增加到80% 系统关闭 只为感测器 这边会干燥土壤 现在土壤湿度低于下限 系统动作 现在土壤湿度高于上限 系统关闭 此专题动作到此结束 请不吝点赞